今天我们开个脑洞以埃及文明为线索 从美洲卡拉尔的古城到埃及金字塔 欧洲、英国、中东、南亚等世界各地相继有古代遗迹的发现 那么和金字塔同时期的中国都在干什么呢? 中国的各地又有哪些文明呢? 究竟中国有没有5000年的文明史? 带着这些疑问,开始今天的探索之旅吧 先说美洲,这时候坐落于安地斯山脉的南美洲 有一个叫做卡拉尔市南美古城 因拥有比埃及金字塔更古老的金字塔文明 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 古城围绕六座金字塔修建 中央屹立柱原型剧场和主寺庙 由于年代久远,金字塔因风化已和周围的山石融位一体 据考证,卡拉尔文明的兴盛时期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以及印度等古文明相仿 比以至最早的美洲文明早了1000多年 卡拉尔文明是一个以渔猎和商业活动为主的和谐社会 没有战争,没有相互伤害 考古学家说,卡拉尔人大概就是后来印加人的祖先 而印加的灿烂文化也应该是建立在卡拉尔文明的基础上的 胡夫金字塔又称吉萨大金字塔 是位于埃及吉萨三座著名的金字塔中最为古老 也是最大的一座 同时也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唯一上存的建筑物 根据一间墓室墙上关于公投和埃及第四王朝胡夫法老的记号 埃及学家们认为这座金字塔是它的陵墓 金字塔的建造大约持续了10-20年并于公元前2560年完成 距今约4500年,在其建成后的3800多年中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 最初,金字塔表面包有一层光滑的外包石块 而现在,金字塔呈现的则是石块下的核心结构 金字塔基座现在仍有外包石块的残留 金字塔的建造方式有着很多不同的解释以及假说 最广泛接受的假说认为 金字塔的修建是通过用人力将巨石从采石场开掘出来 将其提升安放到预定位置这种方式进行的 再看看欧洲,基克拉泽斯文明是爱琴海 基克拉泽斯群岛上的一种早期青铜时代文化 它大致从公元前3300年延续到前2000年 考古发现上最早的农业及航海业 则可追溯至公元前5000年 他们有一个前2900年至前2100年的基克拉泽斯文化球邦 不过他们认为这算是文明 其文明程度大概不会高于中国7-6000年前的养勺文化 这个球邦和中国的祖先一样 喜欢玩石头雕刻 不过中国刻的是玉 他们刻的是人 当然位于英国的 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巨石镇 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 开始了巨石镇的第一阶段的修建 人们先挖了一道环形焊钩 在钩的外侧斜置了一块石块 在环钩内侧修建了一些土坛 坛中有56个土坑 蓝沙岩派成的两个圆圈 是巨石镇的雏形 在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900年 人们修建了通往石柱群中央部位的道路 又建成了规模庞大的巨石镇 形成了下至观日出的轴线 人们以巨石做柱 上卧一巨石做煤 构成直径30米左右的圆圈 圆圈内是成马蹄形的巨石排方 其后的500年间 人们不厌其烦的多次重新排列这些巨石的位置 形成了今天大致能看出的格局 再看看位于中东的人们在干什么 这个时期 一个叫萨尔贡的人 他从基石发家篡位 东征西战打败了很多国家 建立了阿卡德王国 可谓是功勋卓著 这段时间的中东流行修建塔庙建筑 这是号称上古第一大城的乌鲁克古城 乌鲁克属于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的标志性城址 在公元前第4000级中期 苏美的城市化进程中位于先锋地位 乌鲁克于公元前2900年最位兴盛 可能有5万至8万名居民 在6平方公里的城墙范围内居住 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城市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 乌鲁克在与埃兰的争霸中 逐渐丧失了自己原本在两河流域的首要地位 最终在伊斯兰对波斯的征服前后被废弃 下面我们看看南亚也就是古印度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叫它古印度 但实际上它的核心地区却在巴基斯坦 一般所说的古印度也就是考古学上的哈拉巴文化 区别于现代印度人的恒河文明 其最大古城摩亨佐达罗达到250万平方米的面积 这是古城远眺 名叫摩亨佐达罗古城 它与哈拉巴古城是古印度文明的双子星 也是上古城市里城市化最彻底的城市之一 其狭小的街道甚至会设置路灯杆 可见4000年前的达罗皮图人 非现代印度人是会过夜生活的呀 他们修建了大型的蓄水池 用以提供城市用水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复杂蓄水系统之一了 城市内还有砖器的水井 有专门设置的阴沟排水 甚至有大型的公共浴池爽歪歪啊 大浴池是一个砖器的大水池 包围在一片公共建筑的中央 有沥青作为防水材料 浴池附近有供水水井 并有排水沟 古城还出土了许多 带有刻画符号的印章 虽然无法破译 但许多考古学家认为那是一种文字 再往东 自然就是中国了 其实在西域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文化 比如可能是古羌人的文化遗存 小河文化 罗布泊的小河墓地 这处墓地位于古代楼兰古城175公里 小河墓地的造型十分奇特 上个世纪 自从罗布泊人民发现小河墓地 人们便开始研究整个墓地的构造 这里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就直接跳过 说一些比较出名的 自西向东 先说成都平原的宝敦文化城市群 这些古城持续时间从4800年跨越到4000年前 都在成都平原上打转 就没有出去过 原因就是 四川 除了成都市是个平原 其他地方几乎都是丘陵和山区 所以成都也成为了中国境内 城址不变保持的最久的城市 注意这个期间出现了个bug 一批遗族人进入了四川盆地 产生了和华北文化相对隔绝的古蜀文化 后来一度影响了中央政权的牢固 关于三星堆 可以去我们的频道查看其他视频 说完西南 说说西北 马家窑文化 约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100年间 存在于甘肃西部 青海东部的彩陶新石器时代文化 源出自养韶文化 与西北的齐家文化一样 出土过早期的青铜器物 马家窑文化到底属不属于青铜文化仍有争议 甘肃省东乡临家遗址中 曾出土过青铜刀 年代在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740年 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物品 同时该遗址还出土过铜渣 被认为可能已经有也练青铜器的能力 马家窑文化的制陶技术十分兴盛 尤其是彩陶发现的数量惊人 而且十分精美 然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古城 石卯古城 面积达425万平方米 大小和中东的乌鲁克古城差不多 石卯遗址是中国陕西省神木县境内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 大约兴建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 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 遗址中包含内、外城和黄城台 总面积为425万平方米 为已知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面积最大的城址 但是没有任何文字史料记载该遗址 历经4300多年 护墙已经坍塌、时髦古城 发现了最早的翁城、墩台、脚楼、雀楼、跳望塔、任墓等 改变了这些设施最早出现在汉朝的看法 在墙基底部 隔一段距离 就会埋下24个大部分是女星的头颅 表示着古人可能对24节气的一定认知 石卯遗址出土的食饭 用来制作青铜刀 有考古工作者根据出土的大量青铜遗迹 认为石卯遗址所处的4000年前 中国其实已经踏入了青铜时代 黄城台顶部 有大型的宫殿遗址 还有大型的池圆遗址 比起古印度的公共浴池来说 这更有难度 因为这个水池距离台下有几十上百米高 光运水上去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黄城台东北部古城城墙墙体里 出现大量菱形的眼睛石砖 还出土了大量的石头人 甚至还有玉人 往南走就是陶四遗址了 陶四古城也极其巨大 面积达到了290万平方米 年代从4500年前持续到1900年前 陶四遗址平民墓葬里出土的红铜铃 青铜器 一似太阳崇拜的产物 陶四遗址有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上古观像台 可以准确地测定节气 指导生活生产 陶四遗址晚期陶气扁壶上 出现一丝文字的符号 是用毛笔诸书的 这是一个驼骨 虽然它看上去很小 但其实它跟一个人差不多高 陶四文化早期 它的武作王级大墓 都是未受到恶意盗绝的 中期发生了一次平稳的王权过渡 早期国王的血亲将王位让与了另一个家族 而到了晚期 则发生了一次政权更迭 手工业者发生暴动 推翻了国王 盗绝了他们的陵墓 极其的暴力和血腥 其中出土了一具五十来岁的女性尸体 她的下体被一根牛角刺穿 这说明陶四绝不是一处原始部落的遗存 而是一个奴隶制国家的都城 山西考古研究所的专家王小益 就撰文指出 基于陶四遗址反映出的灭绝行为 我们认为姚舜善让是不存在的 所谓善让是儒家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而杜撰出来的谎言 最后我们看看东南 它就是两主文化遗址 总面积34平方公里 遗址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 属于新世气时代文化遗址 其中的两主古城遗址 是两主文化最重要 最具代表性的遗址 被誉为中华第一城 是一个由神权统一起来的古国 其统治范围甚至略微超过古埃及 略微小于1000年后的二里头时代的王朝统治范围 古国内部政权统一 且纽带清晰 他们喜欢修建高台建筑 他们修建的祭坛 灵墓 台械 背后是考古学家称为土著金字塔群 如今日益更新的考古资料 证明了古人的记载 而在国际上一直只承认中国仅有2800年的文明长度 中国是否有5000年的文明呢 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这大概就是埃及人修金字塔的时候 其他地方的人的情况 由于中国的面积几乎等同于欧洲大小 所以中国的古遗址实在是有点多 今天你的脑洞开了吗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就放心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吧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 请给这部影片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 但先别急着去对比中国与世界的古代文明 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有趣的影片会陆续分享 等你观赏呢 你只需要关注我们的频道 或者告诉我们您想要看的影片 就可以尽情享受 持续锁定我们 大家一起开个脑洞吧 请不吝点赞